画出这2010年谁最火 那会叙述雅芳莫说 哥俩凭借着一首汪风的春天礼 在网络上迅速的走红 同时呢 也系列了一大批粉丝的观众 其中啊 有个女粉丝 非常的热情 也非常的大量 在这个粉丝群上啊 就提出了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呢 他说啊 老哥王旭的胡子非常性感 很想亲亲老哥的胡子 哟 这下是会大伙给拦住的 不过呢 网友们还是非常的热情 积极的出谋划策 这俗话说得好啊 京城所至 金石未开 在大家的帮助下呢 女孩和老哥的一个朋友 免疫上 在电话里啊 女孩就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愿望 这个朋友呢 也非常的热心 就跟他说啊 老哥呢 这段时间呢 正在准备比赛 比较忙 等忙完这一段呢 一定会满足你的愿望 女孩放下电话 非常的高兴 每天呢 都把电话都捧在手里 生怕呢 反正是你错过了 可是烟肃了后几天呢 也没有这个人的消息 这女孩就想 这个朋友是不是把这事情忘了 还是把我烫忙也忘了呢 可是又不好意思再打电话过去 显得很不礼貌 哎 周有一天呢 这朋友来电话 说三天以后就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这两人呢 就约定了时间地点 插了二号 女孩呢 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激动 当然 也有一点点紧张 第二天呢 女孩又重新皱了一下头发 买一套新衣服 打扮好了呢 在这一天 就早早的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可是左等没有人 右等没有 这眼看 这天就快黑了 正当女孩失望之际 对面来着一个人 头上戴着帽子 还戴着墨镜 这一粒啊 也拉着很高 手里啊 还拿着这么大的一个蹄包 这女孩正在琢磨呢 眨眼间 这个人已经走到了女孩的面前 天王盖地虎 虎毒不食子 我威震八方 全打南山敬老院 我四海为家 脚逼北海幼儿园 哎 这人一看这暗号队上就开始说话 要的东西啊 在这 说着话 把手里这包 可就放到地上 哎 这女孩是想的 那老子 难道怕狗仔对偷拍 还是因为天气太冷 所以 啊 也没有人间多想 女孩啊就把这包给打开了 这打开包一看呢 里面还有个箱子 把这箱子再打开呢 里面还有个小箱子 我就长话短说了啊 一直开到最里面 女孩呢 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 再把这小盒打开来呢 里面有个纸包 再打开纸包呢 里面装作是黑色的粉末 哎 这女孩就问了 这是什么呀 这男人急了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这女孩一脸的困惑 这男人可真急了 你不是要亲老哥的胡子吗 我这不是给你带来了吗